大家好 今天佩奇和乔治 排着他们的敞托小跑车 又去哪呢? 佩奇、乔治 你们等会儿 猪爸爸和猪妈妈在后面追了上来 原来他们来到了一个游乐园 佩奇开心地玩着旋转木马 佩奇把一只小马吃下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你们猜到了吗?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一款游乐园的旋转木马软糖 那我们可以自己组装一个旋转木马 这上面的小马软糖是可以吃的 然后我们可以手动旋转这个散的部分 它就会旋转起来像旋转木马一样 这里面的软糖有两种口味 那是什么口味呢? 等一下我们来尝试一下 这是第一款旋转木马的十弯软糖 看起来非常有创意 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制作一下吧 这里面有制作旋转木马的纸板 然后还有一包旋转木马的软糖 这是制作旋转木马底座的纸板 看上去好漂亮啊 然后这是旋转木马旋转台的部分 让我们一起动手来制作这个底座吧 那我们可以轻松的把制作底座的纸板拆下来 这就是用来制作底座的两个纸板 上面还有英文lovely是可爱的意思 让我们沿着这些线把它弯折一下 然后再把两个扣子扣上 底下还有四个扣子 也要把它翻折上来 然后把这个部分固定在底下的圆形纸板上 底下的四个扣子正好可以用来固定 太棒了 旋转木马的底座就做好了 底座上面有很多可爱的图案 这是旋转木马旋转台的纸板 上面有很多可爱的小马 还有一个旋转台 让我们把这些可爱的小马都取下来 这些小马有什么用呢 视频的最后会给大家介绍 马背上有两个星形的图案 这些小马好可爱啊 然后是旋转台的部分 我们可以轻松的取下来 这上面还写着Sweet 大家看 这一个旋转台好像是一个摸天轮呢 让我们把边边的这些部分往下折 然后在沿着线的地方折一下 让它看起来像一把伞 最后把扣子扣上 太棒了 我们的旋转台就做好了 这就是可爱又美味的小马软糖 有两种颜色 绿色和橙色的 这是橙色的小马 它的背上有一个星形的符号呢 让我们把它装到旋转木马的旋转台上 接下来是绿色的小马 这只绿色的小马背上也有个星形的符号 让我们把所有的小马都装到旋转台上 太棒了 所有的小马都装好了 正好佩奇肚子饿了 他又来选一只他喜欢的小马 那就这一只吧 这只橙色的小马是什么味道呢 嗯 原来是草莓口味的 太好吃了 佩奇把旋转木马上的小马软糖 吃下去了 乔治说 我也要 我也要 他选择了绿色的小马 这会是什么味道呢 原来是苏打口味的 嗯 太好吃了 好好玩啊 那所有的软糖吃掉之后呢 可以把这些小马装到旋转台上 这样子的话 我们动手做的旋转木马台 又可以玩了 你们喜欢这个旋转木马是玩吗 喜欢的话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拜拜